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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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他对大学的学习 和未来研究工作满心期待 学院忽然计划不再为学生提供主修天文学 不少人都为他担心 朋友都问我,你的前途是否玩完了,我们可能的求赤是很强的,我们是一生想一生都想做科研的,对我们来说的影响可能是比较小一点,因为始终它怎样克发我们都会从事天文的,追求科学是有对有错,就算现在的对都未必是永久的对, 全世界是阿安斯坦一个,如果你埋没了这个人,那你就又隔一百年,又没有阿安斯坦的,那这些是一些很罕有人,就算只有一个人,我们不知道那个人是怎样的,但我们要培养他成才 香港大学理学院院长艾宏斯是生态学专家,去年由英国来港担任港大理学院院长一职 三月初,他书面向学生解释,由于部读人数少,计划取消天文,数学及物理两个主修科,等老师省时间,从事其他学院工作,包括学术研究 小学院院长一年度周围对数学院长一年度,在此边的总维、中文学学院院长一年度 算是最低的装作者,在很多的中文学院长一年度上,从大学到一周年糟糕,在设计计科学院长一年度, 一年度上有可能会残机的,对视频所说? 过去五年 每年以天文学做主修的毕业生最多六个 毕业生数目加起来只有19人 艾宏斯说主修人数少 有必要进行检讨 所以我们必须以行业生成为 因此我們不會損失所有的貨幣 最印象深刻的是 我看到原來Steven Hawking 是說他每天平均 只剩下一個小時 即是他下級的時候 我覺得我肯定是多了他 畢業後繼續留在港大做研究 因為這裡有資深的天文學師資 譬如Dr. Su最近申請了無奈 都是一個高能力的 astrophysics 一個出名的人 Steven Ng也是HKU出品的 Undergrade在HKU讀 Enfield也是HKU讀 然後就去了Stanford讀PhD 回來立刻就在那裡做Professor 他現在從事有關星體形成 及星系演化的研究 希望未來繼續在天文研究發展 作為本科畢業生 他對學院以資源問題 計劃取消天文主修科 表示失望 有這麼多好的老師 有這些設備 你可以說你信復潮流 或是你覺得資源運用得更有效率 但你這樣做 其實就簡直反映了你沒有軟件 現代天文的電機 有人會說是大概18年前 嘉里略他應該是有紀錄以來 首歌用望遠鏡 去觀察一些天象的人 他做的事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他剃刀的東西記錄 然後再告訴其他人 這個就是一件這麼簡單的事 已經可以對整個文明發展 很大的影響 也會記錄史冊 去流方八勢 過去兩個月 事件引起學生爭論 Juno說院長不停強調資源 但究竟計劃對學術帶來甚麼影響 就沒有詳細交代 他和同學決定發表公開信 反對院長的決定 反對院長決定 你是令到一間university 裡面越來越少選擇 越來越不像一間university 不可以因為他 可能最近幾年他收的人比較少 或者畢業的人數比較少 就說他要剃刀 那遲些是否又會再開 那到時再開又再聘請一些人呢 其實這樣的經營模式 一些流水式的經營 好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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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裏倒著 還是會動的 繼續吧 繼續吧 不用 那個finder不對 慢慢放鬆慢慢扭 在冒陌 現在天上最高的那顆,木星 可能現在暈多了 木胃也不太能見到 是… 見到兩顆 未來想在天文物理 繼續研究的Juno和Thomas說 大學應該是帶領學生追求學術知識 尋求真相的地方 但現在社會風氣是 學生要想畢業後賺多少錢 讀那科有甚麼回報 科學家用一輩子去追求 都不知道有沒有結果的東西 是沒有人可以明白的 有一種叫做 不知道結果 但追求過程的那種享受 奧洋斯坦大概1915年 寫完它的廣義相對論 我想中期一生 它都沒有享受過成果 但我們現在走到街市 打一部電話都有GPS 其實你要GPS做到定位這麼準 就要用它的廣義相對論 學術的價值 就在於它還有多少空間 可以去發掘 我們現在去得最遠的探測器 都還未離開到太陽系 銀河系裏面有可能 成千上萬、數百萬的太陽系 我們知道的東西真的太少 當我們的技術慢慢進展的時候 你每一次的進展都會飛躍 我可以跟我往前面坐 今天恢復派野 随便找个人回答我 大学的顾客是谁 林超英 天文台前台长 退休八年 现在在中文大学做黑座教授 他教的通识堂 间中会和学生讨论 大学教育 如何抗衡现时的商业主义 出现了一件事叫商业主义 现在大学的运作 行政上面很多时候 就会讲资源 又会讲校率 学生其实是产品 出社会时产品是社会收的 这帮人对社会有没有贡献 就是决定性的 所以社会才是顾客 他理想中的大学教育 是好像五十年代 创办新雅书院的唐军毅先生 不追求名利 不作商业计算 以软健同胸襟培养人才 唐军毅是很厉害的 你看他怎样 失惊无神 他又会讲德国的哲学 失惊无神是讲中国的瑜伽 那个艰难时期 学了学生 但是因为那样东西 对人世间很重要 他几艰难都继续下去 他当时不会想回报 我认为那时候的失惠必然极低 对吗 但是人家不是讲经济成果 不是讲效率 不是讲那群学生聪明不聪明 而且这件事是应该有人认识的 我一定要教他 两个世界 和现在 这个是陆游 那时候学生不多 我们可以坐在这儿考试 那时候真的觉得 天子门生 林超英 1971年香港大学毕业 主修数学及物理 港大理学院 三月以报读人数小 计划取消这科主修科 林超英批评 是商业主义 占据了大学高层的思维 你这样将香港大学 变成一个超级市场 有人读的课程就开 赚多点钱 没有人读的课程 校率低 资源浪费 用一些这么肤浅的概念 去运作一个 有崇高任务的大学 是完全失去灵魂 港大理学院强调 考虑取消两个主修科 不会影响学生学习 不过林超英认为 数学及物理 是科学教育的核心部分 不可能因为报读人数小而取消 如果按现在理学院院长的逻辑的话 要将这间大学办到很多人读的话 是开个炒股学院 是必然很多学生读的 但是这样对香港的社会 对香港的经济 对香港的长远未来有没有贡献呢 我想没有 近年大学教育被批评为了追逐世界排名 教授沦为写论文的机器 教学工作得不到总视 再加上在大学教育撥款机制下 大学办学越趋市场化 学生成为顾客 大学占变成知识的超级市场 甚至职业培训 一间伟大的大学 一定是要将它所覆盖的学科范围 扩阔它 我们有很多学科 你取消了的话 你一间大学就没有了 这个综合性质大学的资格了 就变成职业先收学校了 我们一间大学留给后世的就是思想而已 难道是留下多少个专利权吗 是吗 完全不同层次 关于我们这次Cut Major 这件事就要 有没有其他东西在Dean Swarm 我们会想问 其实我想看看 它会否会计算到 中的课程中的Major 理学院公布计划后 各级理学院学生代表开会 商讨如何向院长据理力争 我觉得在Dean Swarm里面 应该是直接问Dean 他觉得大学教育应该是要怎样的 可以答一些很光面堂皇的答案给你 但是我们就可以从他的action那里找到一些 不是啊 你实际做出来的事和你刚才答的答案是不对的 一年一度的理学院院长及学生会议上个月举行 院长及各副院长都有出席 天文学研究生吕俊豪 专路 会常促请学院先暂时撤回方案 咨询学生后再作检讨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Dean's for our online by Science Society 理学院院长艾弘师重申 会继续推动取消两个主修科 现阶段没有计划取消课堂 但未来会检讨课程 他也是坚持他的计划是 他觉得这样东西是the right thing to do 我期望的是dean站在我们这边去捍卫我们的学术 而不是站在其他更加高层的那边 去帮他们去实施这个相遇化 我真的很想叫他计划数出来 究竟你省到多少 你可以值得去这样将大学的理学院搞成这样 你去放弃你的理念 你去放弃你全港唯一的天文学 在研究科学院真的有很多做天文的教授 和教授 然后还有一幅大专业的计划 就是科学院 学院未有打算收回计划 各级学生代表和救生林超英都心表失望 大学是有社会功能的 理科就算那一刻看不到有什么用 那时你也要保住它 我常常举个例子 那哲学呢 哲学是一间真正的大学 可不可以没有哲学 哲学可不可以吃饭 哲学不能吃饭 但是长远来想就没有哲学 怎么像大学 如果大家留心看 明德这两个字 在我们校徽里面写的明字是多了一幅 但是德字 就在心字上少了一幅 就是自己和自己讲笑 不知是否因为这样 我们在这里读孙 在对德的认识那里 不是差一幅 我们现在社会 什么校份都不记得了 第一件事就是说钱 说资源 我们给四年的大学教育 他出来做一世人 如果我们想多些天文 想多些万物这个世界 你就会知道 发觉原来 其实说到最后 人要做好人 因为就是天地万物 养着我们 林超英说 几间大学的校份 不但强调追求知识 更重视怎样学做人 他希望社会明白 大学教育不单只传承知识 更重要的是 让下一代找到人生方向 和生活的意义 你猜到夜空有多少颗星 我们不如试试 把地前面的灯光关掉 你是和那些二百多万年历史的事 发生接触 想到这里 我就觉得天文学真是很浪漫 很浪漫 当他们自己亲眼看到颗星 他们觉得很兴奋 人是有求之欲的 然后宇宙那些东西是很神妙的 他们会有一种直接的触动 很多学问都是一环球一环的 不可以被现在的商业主义 管理主义被掩盖 港大的校长在多个场合 去旧香港 港大不仅是一间好大学 要是一间 大学伟大的大学 就要留下设学 留下海洋斯坦层级的科学工作成就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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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